画面现场是第二十二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评选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指出 因应多媒体世代来临与儿少收视习惯改变 今年收建首度纳入广播等声音类的儿少节目参加评选 且不再仅限于纯粹的国人自治 今年共吸引84件节目作品参加评选角逐各大奖项 最后由客家电视台音乐关键字夺得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 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讲课广播电台的耳工探险队 则是夺下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的殊荣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颁奖典礼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热情的地方 对然后刚听了这么多的前辈先进以及每一位伙伴说的话 我都觉得在台湾应该要更加的努力来做更多的儿少节目 这个发展非常的重要 那么音乐关键字呢是一个音乐科普的动画系列 我们期待是可以引起孩子们阅读的时候观看的时候的共鸣跟共感 更重要的事情是引起对科学的重视 我相信评审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严谨 因为我们听打了三集的逐字稿 就是我相信评审真的是想要好好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需要这样子的逐字稿 你们也非常非常辛苦的去阅读 真的非常谢谢评审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肯定 我们很开心能够用儿童的视角做这样子的一个广播节目 结合M23个专重就是哈嘎发啦 对然后很开心能够做这样节目得到这样子的肯定 神蒙太嘎谢谢 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家宽评 也连续第四年赞助活动 中家宽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凌 也亲自出席颁发儿少评审团奖 好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儿少评审团奖 得奖的是公共电视台下课花露米撞游闯天下3 恭喜 首先谢谢美关基金会与评审对下课花露米撞游闯天下的肯定 给予这个公司超过20年的老牌儿童节目厚爱 其次要谢谢所有参与节目上山下海 还有无数个夜晚熬夜赶稿 以及后置的所有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在这边谢谢这个美关基金会的邀请 让中家集团有机会能够参与 然后共同来推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台湾儿少优质节目的评选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所以我在孩子小的时候 的确我非常尤其他在学龄前的时候 当时网路不是那么的发达 所以为了取得很优质的节目呢 我甚至要请这个国外的友人帮我从电视上录下 在那个年代还有VHS可能比较古老了 那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创作者 以及这么多元有创意的节目 我还蛮惊讶而且觉得很惊艳 那所以我想从中家集团的角度 我在这边也允论这个罗董事长 我想中家集团会继续支持 2023年的这个评选好不好 另外年度最佳主题特别奖 多元族群融合 由客家电视台的客客客站 皮剑闯世界获奖 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由公式的极乐世界获奖 而为了持续扩大影响力 美观今年也特别举办线上影音展活动 最后由Podcast童话透中岛 以3282票一举拿下 年度最佳大众票选奖 今年的评选活动和颁奖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今年有增加了声音类的节目 特别是以Podcast的这个格式 这个形式来呈现 另外就是我们也接受了 除了传统电视台之外 来自于OTT平台的节目 此外今年我们举办了 很大规模的线上影展 以及观众票选活动 今年参与票选活动的观众 总数达到了一万八千多人 不只限于台湾本地的观众参与 也有来自于美国 加拿大 以及日本的观众 热烈地参加 这些观众的回响相当的大 此外今年参加的 评选的节目数量也非常的多 总共有八十四个 包括影音类跟声音类的作品 节目 然后显见台湾的儿童及少年 优质节目的制作团队 非常的努力 也为台湾的儿少观众 提供了非常好的节目 对于台湾的进步 以及对于儿少的视听福利 有很大的积极推动的作用 我对于客宇的节目 觉得他们在创新的独特的风格上面 表现非常的优秀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亮点大爆发 特别是在动画节目 动画的作品 然后另外 我觉得很讶异 就是在OTT平台 还有就是广播电台跟Podcast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不凡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说 电视台某些程度上 比较重视在青少年的比例上面 还有广播电台 可是在Podcast 它注重的是 学龄前的儿童节目 我觉得这让我看到一个 有趣的一个对比 不过我还是觉得 就是我们所有为儿少节目 制作的团队 我们都希望能够 因应这个新媒体时代的趋势 是不是能够多制作一些 新形式的节目跟产品 因为我们做节目 我们把这样的作品 呈现给孩子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与时俱进 美观指出 相当感谢中佳宽评 持续赞助经费 推动儿少节目 也感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文化部影视局等单位的支持指导 今年共颁发六项年度大奖 发出总奖金18万元 希望透过颁奖典礼 鼓励台湾儿少节目 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内容 为儿少来发声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总奖金18万元 未经议会认识